台湾医疗缜密与精准相遇国际 不但在医疗技术更迈向关怀人灵的满足 灵性关怀在疫情蔓延全球期间更显得迫切 台湾医疾2021年7月在台北医学大学 以全人医疗之灵性关怀理论与实践为题 办理了第一届灵性关怀国际研讨会 透过跨文化多元交流 使医疗灵性关怀领域更在临床深化 第二届灵性关怀国际研讨会 2022年12月仍然在台北医学大学举行 主题是《万象全人医疗的里程碑》 灵性关怀的导入 今年由辅大医学院和辅大医院等单位接手 以医疗照护中的灵性与宗教为题 举办第三届灵性关怀国际研讨会 1月20日在辅大国洗楼国际会议厅 采实体和线上并行的方式进行 行政院长陈建仁 天主教主教团主席李克敏主教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署长吴钊钧 天主教夫人大学校长江汉生 基督教史怀哲宣道会蒋宝林执行长 辅大医院黄瑞院院长和辅大医学院长叶炳强 都参加了隆重的开幕里 辅大医学院院长叶炳强也是这一次大会主席 他谈到了研讨会的重点 一般的人所认知的灵性内涵与宗教 事上面有相当多的相通的地方 比如说像人生的信念 价值观 生命的意义 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 超越目前正在经历到病痛的解脑 对于医疗工作人员而言 很重要的是能够在提供医疗服务过程当中 这样两种的服务在一起 帮助病人能够度过他的困顿 然后我们本次大会除了国内的专家 临床食物的专家以外 那我们也邀请到两位国外的讲员 所以一位从美国 The first one is Dr. Bruce Fulstein from USA 我们也邀请到日本的讲员 大厦大员法师 灵性关怀的现况与挑战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的话 能够创造更多的灵性关怀 跟宗教之间的交谈与对话 那我记得我们医院在开医院之前 来的一位书记主教在我们的开工典礼的时候 跟我们讲说你们要盖一个医院 就要盖一个有灵魂的医院 那也许没有神的信仰的人是听不懂这个话的 不过在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医院要有灵魂 才能够使这个医院的病人完全完全的得到心理的安慰 才可以使他的病人到更好更护院的一个阶段 福人大学的校长跟别的天主教的校长有点不一样 他不只要这个我们国家的教育部的批准 他也要教廷教育部的批准才可以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宗教跟教育在一起的场域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的是灵性关怀跟宗教 这样的一个议题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一届 终于天主教犹太教基督教佛教 我们大家聚会在一起探讨灵性关怀 也真的让我们天主教一起秉持的耶稣 这一个为我小兄弟所做的 就是为我做的这样的意向 能够越来越接近这样的一个景象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条路还有的路要走 所以让我们继续的祈祷 让我们的灵性关怀 能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它的重要 而且它是为所有人都需要的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根据世界上很有名的这个网站 Numbio里面所排名的全世界的 Health Care Indicator 就是健康照顾的指标 那我们健康照顾的指标呢 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当中 我们连续五年排名全世界第一 在这个Numbio的Health Care Indicator里面 除了全民健保 还有医疗照顾的品质 医事人员的数目 更重要的就是对病人的照顾 能不能够得到一个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那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其实很简单 什么叫做健康 健康不是没有疾病或者没有伤害 伤痛而已 更重要的就是在生理上心理上 还有社会上的完全安宁康泰 这也让我想到 另外一个在灵性照顾上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Mother Teresa Delisa修女 Delisa修女很多人问她说 你为什么要去照顾一个佛教徒 一个印度教徒呢 那她根本跟你的天主教都没有关系 然后你照顾她 在她临终的时候好好的关心她 那有人说 她在一辈子当中只有一天是尊严的 而这一天就是Delisa修女 福人大学有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这个贴心熊 我们要请我们福大医院黄瑞仁院长 还有医学院院院长 制证这个贴心熊 给陈建仁院长 这个贴心熊象征着 我懂你 我走近你 我爱你 上主使我们成为你和平的使者 上主使我们成为你和平的使者 主教请 在有仇恨的地方 让我们广施仁爱 与会者在同声送念 盛放祭和平导辞中 结束了隆重的开幕里 祈愿所有病人和家属 身心、舍、灵、四个层面 都有温暖的整合照顾 在有痛苦的地方 让我们散播喜乐